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沒有什麼好補充的 但是我覺得 可以補充 那次很多人聽 很多人看 爆一下就會有人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給大家一個有用的資訊 而且剛好這個星期也有一些我找到相關的資訊 我覺得在接下來 無論要和這個處理過的核水並存 還是與這些謠言並存 大家要掌握到什麼的知識 是會比較能夠防身呢 我就想講一些比較有用的科學的資訊 是啊 是的 我首先介紹的新聞 新聞都有相當多的報道 就是在德國發現了野豬原來帶有輻射 但是前因後果 我相信你要講一些背景 這個背景是否由於那個 在烏克蘭的赤爾諾貝爾那個核電廠 它出現了事故之後的後遺症呢 是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1986年 直接都不要說烏克蘭 它在地理位置是烏克蘭的 就是那個核電廠屬於前蘇聯 這個赤爾諾貝爾核電廠就爆了 它爆的時候當然就不像後來我們看到311那種 它是更加嚴重 嚴重到就是說 它很多那些帶有核輻射的蒸氣 就是以一個的水蒸氣的形式 就沒有經過任何的過濾處理 就連帶了無論你是氈啊 還是是Cecium啊 還是那些放射性的Iodine啊 那都是呢 向了東歐方向吹去 那我想台長那天你都會記得就是 直到那些東歐國家發現很多那些這樣的 他們養的那些這樣的禽畜 大量的死亡之後呢 就才發現原來蘇聯是有些東西是掩著了 我要講講這個 因為當時我們應該 我好像都在留意新聞的 就是最初不知道的 因為蘇聯是掩蓋這件事的嘛 但是就算東歐 因為他們共產黨還沒倒台 都掩蓋的 但是鮮包去哪裡呢 在北歐和蘇格蘭那裡發現牛奶有輻射 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 而且也是找到那種輻射呢 簡直就是Cecium那種這樣的輻射 這些輻射照計就是呢 大家就會聯想到是不是有人靜靜地搞核事 後來原來追到一定是跟人為核行為有關的 於是追到就是那次諾貝爾出事的 當然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惡劣的案例 就是說如果不經過處理就走了去排走去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日本那裡給國際原子能機構都督得很厲害 要處理好 OK 而且呢 當時俄羅斯給了一個很山埃的建議日本去怎麼處理 就是說為什麼你不用水蒸氣方法去處理 去排 去排 就是要倒下海這樣 然後日本就一下子就回頭了 當年你蘇聯時代就是將一些東西用蒸氣方式排走 就搞到別人歐洲一地都是這樣 而且那個影響是去到今時今日 現在我們找到 也都是在那個《自然期刊》公佈的一個結果 現在我們竟然在這個德國的野生動物 在德國的野豬 那我想如果吃德國的鹹豬首 我們不會吃到德國的野豬吧? 我先申報利益 我吃過野豬的 香港 打獵人湯給我吃的 我很久以前在澳門的肉乾店吃過 那時候也有所謂的野豬 現在有多少野豬給你吃呢? 你那個我是華野 但是我那個是真實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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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真的打出來 以前香港也有多少野豬 現在就 要打的原因是因為香港有很多野豬 最近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 有一隻野豬不知道在哪裡游泳 然後被人捉了之後人都會毀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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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然這些就是你知道的啦 野豬這些多幾生蟲 大家就不要 不要留遠石 是的 不要留遠石 也都不是可以你自己隨便喜歡去打就打的 OK 這些題外話 在德國的野生環境也都非常之多的野豬 他們也都會到處去吃東西 在一個自然環境 但是現在法國就在那個德國的野豬那裡就找到 超乎正常份量的Cesium 帶有輻射的Cesium元素 那麼大家現在都估計到的就是說 它為什麼會突然之間多了輻射呢? 那麼其實就是那些輻射應該就是來自 赤諾貝爾核電廠那些這樣的殘餘了 那麼大家都知道那些這樣的輻射殘餘 如果在那個赤諾貝爾核電廠 周圍那個環境的土壤裡面很多的 但是也都有 就是它的那個農度就隨著它 越遠離中心也都是越遠了 那麼照計來說呢 在那個今日的德國環境 你就算種的那些農作物呢 照計都不會說特別多了這輻射 就是它在那個監控之下呢 你看到還是符合一個安全標準 但是零零碩碩在野豬那裡就高了 那些人簡直就是在野豬肉那裡 就找到它那個Cesium的含量呢 就出奇地高 那麼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過程大家都不難理解的 就是它在自然界的那個食物鏈那裡 累積了在那個身體那裡 就是它是有一些你們不是太了解 很複雜的一些由那個食物鏈那種生化過程 累積到在它的身體裡面 特別多的這些這樣的放射性元素 而且通常都是一些 比較粗生粗食的這些這樣的生物 它而且也都可能是吃到一些 在野生環境裡特別能夠將這些 這樣的重金屬放射性Cesium 去集中的這些這樣的野生的植物 或者是菌類 特別就是吃了那些這樣有能力集中這些核輻射的菌類 那它於是乎就做一個乘數效應 它自己也特別儲到輻射 但是它吃的東西也都特別儲到輻射 於是乎就更加多了 就是百上加根累積得越來越多了 倍數這樣去上升了 那這個研究結果就看到了 由那個野生生態呢 德國的野豬就成為了一個 次諾貝爾它那個核輻射洩漏 也都後來就沒得怎樣可以去恰當處理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就會有一些的危害就留在那個野豬那裡 也都幸好我們人就不是吃這些野豬的 如果不是呢 這些東西就會成為一個影響到人健康的一個途徑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報道是不是你看那一篇報道 但是這個報道說那個核輻射來源 不是赤爾諾貝爾是在60年代以來 那個核武的測試而造成的 是 是 是 這裏我都講漏了 是 是 是 那你數回那裏一路進行了幾多次的核試 就是整個累積過程就是 就是你的那些核輻射都不只是說 你是由這個赤爾諾貝爾 而應該就是整個冷戰時期這樣去累積出來 如果是這樣 這個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是啊 還有剛才你提到野豬的生命力的問題 據獵人告訴我 其實野豬的生命力相當相當之強的 他就可能斷了兩隻腳 他照樣哭 可能他神經那個不是那麼痛 但是呢 如果你說他吃了都繼續犯跡 那是不是說一句 他吃了這些有輻射的東西都不影響他的生命呢 其實就很多 怎麼說呢 有人曾經試過去那個核事故周圍那裏去拍攝那些這樣的植物 就是你會發覺是有很多一些畸形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他們都繼續去生長下去 其實這麼說 越是簡單的生命體呢 它對抗那個輻射帶來的變化呢 反而它更加容易 因為它不會那麼容易是依賴了某一兩個器官 才能維持到它整個生命的存在 譬如人類 你這麼多的器官 你隨便一個器官出事 隨便一個器官衰竭就沒有命 但是對於植物來講 甚至乎整塊切了它都可以生得回 它那個對於抵禦基因改變的那個能力是相對高一些的 而我們知道的 有一些生物都很出名 譬如昆蟲啊 講到蟑螂這些 就是你去到給幾強輻射它 它都還幫你頂得住 變了呢 它們就算在身體上面多一些這樣的放射性元素 累積到多一些這樣的輻射 那它都不是這麼容易發展到病變出來 但是你說野豬已經是複雜一些的生命 但是你相對來說 它都比人類是粗生一些 但是也都很實際就是它比人類的生命周期短一些 所以也都就是說 你沒有那麼容易看到它身上可以發展到 有足夠的核輻射的影響 舉個例 譬如說它不會長大之後很老的就生癌症 它可能沒有這件事 不過如果你要人類呢 如果你這麼長命呢 搞到上下你吸了那麼多的複雜放射性物體呢 那麼容易死亡了 但是我不明白一樣的就是 它是在那些的菇裡面藏了一些複雜 但是為什麼在農作物裡面沒有呢? 農作物裡面不是真的沒有的 那你要看一下什麼的農作物 現在我就是講的一樣很出名的農作物 應該在文章裡面有提的 就是黑松露 它就是說黑松露就其中都是一種特別能夠集中到 這些Cesium元素的一種生物來的 而它是會進入我們飲食的農作物領域裡面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 你會看到就是德國 尤其是歐洲國家去監控這些這樣的輻射來源 其實原來都不應該只是提這個次諾貝爾事件 應該就是整體整個冷戰時期 包括它的核事 這些核事當然就是包括 德國自己沒有做核事 但是法國有做很多的 那另外就是蘇聯自己也都有做很多 那如果是關德國這頭事的 我想英國的核事 就未必就連累到德國那邊的 那主要我看到應該就是由法國和蘇聯這兩個地方 給出來的那個核事 就會是對於那裡的野豬和那裡尤其是 好像蟲露這些這樣的植物 就影響是最大 而且就是說 剛才有提到的那個乘數效應 就是蟲露作為一種 我們知道海裡面如果紫菜 就是特別容易去吸點的一種海中植物來的 然後蟲露就在陸上特別容易吸到這些Cecium元素 然後這些不是熊人 那些野豬又特別喜歡去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也都會累積得越來越多 可能你將它攤平了在那個大自然界裡面呢 就不多的 可能到處都有一點點 但是你最後吃起來也都不會超標 但是你特別吃了一些特別累積能力高的那些東西的時候呢 就會超標了 在人類歷史裡面有什麼情況是我們遇到類似的呢 就跟輻射無關的 就是跟那個殺蟲劑DDT 另外就是那個橙劑落葉素 它是一些化學的物質 它可能在這個大自然環境裡沖沙 令到它的濃度已經很低很低 但是在那個食物鏈裡面 就是因為沖了到海 沖了到水裡給魚吃了 接著被鳥又吃了一些魚 接著就在那個食物鏈裡累積 而且呢 什麼東西累積得越多呢 就越是那些體型大 壽命相對長 而且是年紀比較老的那些這樣的動物呢 就會更加容易累積到很多 那所以為什麼在上個星期 我當我說到輻射那一節去到最後呢 就是你問我最擔心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未來一個比較長遠的時間裡面 會不會突然之間在那個食物鏈裡面 尤其是在一些比較深海連續大的 一些的海洋生物裡面 突然之間驗到一條半條 是累積到超飆了輻射呢 那這個是可以這樣發生的 現在好彩在德國這個例子就是我們不吃野豬 但是在野豬裡已經體現了就是說 比如說在這麼多年這個冷戰時期那些核事 再加上那些後來核事故那些影響呢 你就見有一個不正常的累積就出來了 那剛剛講的那個例子就很明顯了 通拿魚它累積了那個水銀 那大家就好自為之了 那主要就是野豬找黑松露為什麼這麼聰明呢 意大利我們買的那些黑松露白松露很貴的嘛 怎麼找回來呢 是牽著那些豬呢 它真的聞的時候 它聞到就不是人自己找出來的 它聞到那股味香呢 它就喜歡去吃咯 所以野豬和豬都是喜歡吃黑松露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都挺恐怖的說法 就是說原來這個Sessium 它這個泥土的滲透是很慢的 是可能每年才一個微米的 但是這個慢是代表它很持續 一直這樣跌下去那個泥土裡面呢 是不是它越跌得越深 變成我們就越來越安全呢 理論上是的 但是現在你如果這麼淺層的地 你隨時滑上來有多麼困難呢 所以最好的就是說 Decisium 就是這類這樣的元素 你如果去到日本的情況 就是直接都不要讓它流到海裡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從那些核肆裡面 這些東西沒有撿走 但是我們也都憂慮到 在食物鏈裡面會不會受到污染呢 所以在日本處理那裡 它就譬如Cesium 那些Iodine 那些要淚走了去 那反而是Tritium那些 就相對是安全一些 那個週期短一些那些 就可以有得去 但是那個這個色本身 就是這種霍射性 其實我們沒有方法處理過的 沒有方法的 它麻煩就是 譬如假設你進了個身體裡 它是很容易累積的 它累積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入骨的 入了骨之後 可能是說 以你整個生命週期 它都沒有排得出來的 就是它就拿了那個Cesium 當作像鈣一樣 砌了入骨那裡 所以那個累積機制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如果說Tritium這些元素 就不會的 Tritium就不會說 進了身體裡死也不出來的 但是Iodine也會累積 但是Iodine也有比較快的排放機制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要吃點片 去阻止那些有害的Iodine 那科學根據其實就是這裡 所以我們要注意 就是說如果對於一些核的事故或者核事 它那些最毒的那些東西 Cesium、Iodine那些東西 不處理就很窄 就會有那個影響 就是由食物鏈去長期累積回來 這個效應就會在幾十年後去浮現 那你以你所知 其實處理這個放射性的元素 最安全的方法是怎麼做的 都是化學方法處理的了 就是說你說如果 首先你核爆的基本上倒到四處都是的了 那些是沒有處理的 如果是核電廠事故 好像日本這些情況 你知道那些Cesium是溶了在那堆水裡的了 那些就純粹你用一些化學的方法 倒一些添加劑下去 就讓它結成一粒粒可以不溶在水裡的東西 就一下子就隔走它 那這些是很多這些很便宜很方便的化學手法 來幫我們隔走包括Cesium以內的重金屬的 但是你隔走了 那接著那個東西放在哪裡呢 你當是廢料的了 就當平時我們那些核燃料棒 剩下來的那些廢料就入了罐 就不可以令到它可以再在大自然裡很流動地流傳的了 就入了罐塞進去那個地孔裡就不讓它走的了 我明白 現在最安全的方法就是 就是用一個罐封起它 是 埋在一個很深的地底裡面 是啊 過了幾萬年之後它就自己衰變了 是啊 過了幾萬年都衰變不完的了 但是你當它永遠在那裡了 OK 明白 OK 好 這些自由結束我們下一節回來 按讚 分享 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